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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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愿意我们 再见我们在列宝 宣扬你去顺利 好人万物与万民 同来请拜你 全体都要看见 只要神荣耀 祝你荣耀 你守满在这里 不找我们在此地证明 让我们养生赞美 你都先进 直到列宝万民 来自宣扬神 直到全能神 直到全能神 求你来更新我们 再见我们在列宝 宣扬你知生命 好人万物与万民 同来请拜你 全体都要看见 只要神荣耀 主的荣耀 主的荣耀 你守满在这里 主的荣耀 不找我们在此地证明 让我们养生赞美 让我们养生赞美 一种街景 直到列宝万民 看见主 这一次我们知道 直到列宝万民都看见主的时候 那时候万国万般都已经在各地 来高唱哈利路亚赞美声 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到万国万般的赞美 我们可以感受到各地的小孩 还有这些长老 他们跟我们一起高唱 赞美歌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样的故事 流传在我们当中 就是我们教会的祝福 我们不是要争取很多的权利 我们乃是在你面前说 直到我们还有我们是周文的人 都遵你的名为圣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迎接主在来的时候 而我们希望这日子快快来到 把这世代国家的土地的羞耻 都把它除掉 让我们单单的来寻找神的荣耀 现在在我们的故事里面 引导我们的金牌 在任何的地方 从耶路撒尔一直到地级 从北到南都要赞美耶和华 那时候所有的人真心恐后的 把偶像都丢出去 把神烧毁 让各地的人都来到你面前 敬虔的来敬拜你 归下你 那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变成贵重的器皿 我们能够说什么呢 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我们乃至在这世代里面 成为成为你的仆人 一直成为你的仆人 一直成为成就你万事的仆人 谢谢你 献上感恩 让我们的敬拜在你面前 成就主你的美意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把荣耀给神 让我们祭拜在神面前 直到永远的喜乐 直到永远的喜乐 哈利路亚 在神的线上感谢 带着喜乐心 我们跟旁边说 耶稣好爱我们 来 请坐 每一会 每一次在神面前敬拜 都感受到 神的荣耀在我们教会里面 这样的一个喜乐 每个礼拜六 真的 就迫不及待 好多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 这些故事 都一直让我们看到 就如同我们所说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的故事 我们的故事 没有一篇故事 在说我们多好 或者神给我们多少 二点 每一个故事都在述说 听见 看见 万民都尊神的名 主的名为荣 主的名为圣 尊主的名为圣 那我们心里面就好高兴 这就是我每次的祷告会的故事 那 这礼拜 我看到 有一个贵宾来到我们台湾 叫玛丽雅 然后 这个 来了之后 真的来 真的 所有的气象报告说 哇 真的一直往南偏 一直往南偏 一直往台湾走 那时候当然我们就会很多的一个担心 那这些担心 都告诉我们就是有关短圈队的事情 那 我们 就有人问说 如果有台风怎么办 那时候我们很潇洒的跟大家说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历年短圈队 不晓得遇过多少次台风了 每一次每一次都能够 不是化险为夷 而是神在我们当中更加谨慎 其实 有时候没有台风 反而我们不太谨慎 有台风才会谨慎 越谨慎就越平安 你知道 风和日丽的日子 反而常常灾难连连 所以这些都对我们都好处 但是我们也不会太随便 所以后来听说台风又来 哎呀真是的 其实我们蛮紧张的 我们嘴巴收得很容易 但是我们蛮紧张的 所以 我们到 你知道在我们的LINE群组里面 我们会一直说 要不要出发 要不要出发 后来我们今天 通通都出发 然后 各地可以决定 自行决定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然后我们很谨慎的 所以家长 你放心 我们教会绝对不会很鲁莽的做事 但是 一去之后 我们就开始来联络 什么时候要去看茶山 哇 这个到深山里面 我们要赶快卡在风来 之前 回来之后 那个 我们住宿的客家声讯 就打电话来说 你们真的要来吗 他就 寄了一个台风的那个 那个图给我们的时候 我说 第三天以后 我们是走西部的 而且都是平地的 冲啦走啦不要怕 结果 礼拜上一开车 哇 从头到尾 都是好天气 都是好天气 好天气 还附加什么礼物呢 还附加一路上都没有人 真的耶 车子什么都很顺畅 然后 听说所有的民宿都退房的观光 不管怎样 我们到什么地方都非常的顺畅 然后看到我们弟兄姐妹 神再加上第二个礼物就是 凉爽的天气 你知道吗 台湖过后 终于回到晴天了 大家开始怎样 热死了 那这几天 神是给我们的 短线队 每天都有凉爽的天气 那直到我们回来 我们知道 神又再次把 尊贵 荣耀 都给我们了 有没有 阿们 安排出来赞美 好不好 真的 每年每年都说好多好多故事 那我们的祷告 并不是说神啊 我们要向你现在感谢 而是 再一次 应验的神在我们身上 是那么的 保守看顾 有时候我们可以真的说 凡我们所到这处 就是看见神的荣耀 并不是哪个地方好玩 而是我们到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最好玩的地方 不是什么地方美丽 而是我们到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就是美丽 然后我们求主再次保守 我们在路那个 那个慕人清朝地的时候 我们现在找不到那个 又有山又有水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 但是下面并不是很好看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站上去就很好看了 不用去担心那些东西 好 那我们来看 这是这礼拜 我们经过了 新路 这边都有写 龙潭 茶沙 赤筒 跟祖爱 那这是我们六个点 那这六个点 哇 我们每到每一个点就看到 完全一样的场景 完全一样 听到里面的小朋友在尖叫 不是被打 而是欢喜快乐 啊 真的 然后我们的队员 也是一样 啊 牧师来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一种情形 然后第三个景象就是 里面的传道人就出来 只要我们到传道人都会出来 哎呦 牧师谢谢你们的队员 太优秀 太优秀了 这个 告诉我们说他们校长觉得很纳闷 我们的学生 毕业的时候 同学不回就走了 为什么你只有四天 把这些小孩子弄到这些大哭啊什么 真的黏住你们就捨不得你们 我常常在思想一件事情 我们短圈队 最多没有给他们好处 也不是给你糖果 也不是什么给礼物 那是在那个地方陪着他们像家人一样 而这些小朋友大部分都没有完整的家 几乎都没有 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可以给他们是什么呢 就是爱 而这爱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 就是家人的爱 而这个家人的爱是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 我可以感受得到 那我为求主能够保守 我们的弟兄姐妹跟一个姐妹说 哎呀他才干系主一年多 在教会里面 已经如火如荼的各样的侍奉 一年多而已喔 一年多而已 然后跟他讲说 那你请假 那你这一年的假请关了 他就是叫 我要等 这一年的假全部都请关了 都是为了短圈去了 所以不给自己留后部 没有机会再出去玩了 我们所有的玩全部都是短圈 弟兄姐妹 我希望就如果刚才祷告的时候 有个姐妹祷告说 如果你还没有跟短圈 参与到任何的一个点 希望再把握机会 因为在生命里面 教会本来就是要宣教 你如果没有宣教 你完全没有办法了解 什么叫做新耶路撒呢 你说你侍奉 等一下我们在查经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会在经过你之后 你侍奉一百次 一百次会等你灵分 因为你所侍奉 不一定是神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走在生命的奉献自己的时候 你的名字会消失掉 然后大家都会尊神的名字为圣 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是 侍奉了以后 大家都你好棒 好棒 你做好多工作 我告诉你 你在神面前是零分 好 那我们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这是上礼拜 那这是 这是这礼拜所经过 然后这是上礼拜的 一样的 哇更多 这礼拜 这个 你看到 其实他听说才跟我们207教室差不多大而已 挤的是这样子 每天都这样挤 那我们后来看这个也是 很窄的 进去 哇 我们走过去都要踩过好几个小朋友才能走过去 真的 后来我们说到厨房去 他说你们来来到厨房 那我们就真的要踩好几个小朋友才走 很挤的 总共就这样子 这一地都是比较低的一个地方 然后上一个地次就 比较宽敞的地方 其实所谓宽敞 最多最多也像我们阿卫厅这样子而已 最宽敞的 但是我也常在思想 我们所走过的这些道路 我们不但是纪念他们 他们跟我们变成52个礼拜的 一年52个礼拜的联络跟感情 不是一年一次乃是从此以后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原住民主日 或者是特别聚会他们会过来 然后这次鲁弗鲁玛教会他们说 你们90周年我们希望全都过去 然后他们因为他们也在那个 今年的比赛有得奖 所以他们希望也能够现世 或者说好 给你赏文宗现世 然后我们今年90周年会见证很多 这方面各地的荣耀跟喜乐 好 那你看了这些你还记得 两个礼拜前我们还在那边 好像好久 今年的事情 才经过两个礼拜而已 那我们一起试试出发的时候 大家每一年战演一样的故事 我还是希望丢姐妹你参加了什么 今年我们看到80几岁的参加了 70几岁参加了 然后我们在那边的长老都告诉我 你们教会那个70几岁那一个 从早到晚都要这样出 而且很有威严 你去做什么 你去做什么 他搞定厨房所有事情 所以我们的威严不是高高在上 我们的威严是在最底层 做好所有补给的事情 那我们去的时候 听我讲的我很感动 他拿出一个盘子来 是从家里带来的 牧师是你来才拿出来的 所以我有套餐 真的很感动 很感动 那其中很多事情 照我们所求的 我们到吃童的时候 我们说哎呀 不要去麻烦别人 那么多人 我们不要去 我们自己去吃肉丸 宅云里 我们只是心里面说要吃肉丸 说完没多久 他们就牧师来等一下等一下 有人送肉丸来 你们留下来吃 好 弟兄姐妹 以后想吃什么 在关键期间要讲出来 神要 神立刻就给你 所以我们这一趟 真的自己去吃饭的 好像只有一次而已 几乎每一次都被留下来 然后吃我们想吃的东西 我们没有讲出来 我们就真的做神的工作 唯一的缺点就是把自己养肥而已 其他都是很棒的 好 那我们今天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心里面真的到宣教的事情 跟新耶路撒那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现在我们记得两件事情 一 以色列 二 华人 这两件观念好不好 一 以色列 这跟新耶路撒那有关系 福音传回以色列的时候 这跟新耶路撒那有关系 二 华人 也就是说传回以色列跟华人宣教 有直接最大的关系 因为在这一个阶段里面 是最重要的 然后我们今天有特别介绍 我们有一个来宾 这个 我们去年在蒙古那边所做的工作 真的让我们眼界大开 也让我们开了一带一路的事情 不是一带一路 那我们是在看到新的道路 然后我们真的很高兴 他们在昨天来 我特别邀请他们来到我们当中 蒙古的吴牧师 还有Vemba 还有女儿 今天在我们当中 感谢神 好 先请坐 真的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家人一样 你知道吗 如果在宣教地区 真的 因为蒙古我们太陌生了 太陌生了 所以他们几乎就成为我们的家党一样 每一天带着我们走 我们走 然后蒙古排华的 排华的 所以你一直讲你是中国人你就完蛋了 你不要讲你一直讲 你要在那个地方 尽量的跟他们的亲近 然后走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 让我们看到整个 你未是看见的 一 风景太辽阔了 太辽阔了 第二 使命的真诚 在蒙古人身上 我们很爱他们 第三 宣教的眼见 往莫斯科 或者是往欧洲的道路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当然 那边的华人 也是一个很重要 我们今天不多说这个 我们希望在我们教会里面 让这些故事无限的延伸 那下礼拜开始 我们的童工短线往云南去 我们这边要去云南的 不晓得 我们都在吵 请下礼拜要去云南 请站起来好不好 好 在这 在最前面最后面 好 请坐 好 我们给他鼓掌 云南的政策改变了 就整个中国大陆的政策改变了 那本来我们在那边的时候 四月去的时候 他们说OKOKOK没问题 因为我们是用心理治安的 迷进去的 但是最近明珍拿电话来说 政策改变有些东西真的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进去还是要很留意 也就是说 不再不能像我们房文宣教 房宣那一次 我们整体往进去 他们到机场就立刻要打伤 各自走 不能一起走 一起走太明显了 那不管怎样 我们教会的路线在神明前 每一趟都是出雷意外的平安 跟超过所求所想的祝福 有没有阿们 那我们希望在今年 我们还会九月会往奥地利去 那一趟会决定明年 要不要在奥地利的这样的一个短学 奥地利我们最早印象是音乐家 那现在去音乐家几乎都不见了 台湾人几乎都不见了 那个教会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大陆 都是开餐馆的 所以他们第二代几乎都失落了 就是变成不是基督徒 也没有那种教育 所以我们这次去也会 如果这成型的话 明年我们会往蒙古跟奥地利 两线同时进来 然后华人的跟我们南部的另外就是 不要讲太多 西渔营南跟北京 我们两路我们要同时走 那说过了90周年之后 我们要把宣教跟新耶路撒冷 换在同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日子不多 专家已经成熟了 而我们教会也在某一个资源跟 恩典上也已经成熟了 那我要成熟现在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希望时间不用多 但是一点能够记得 这是下礼拜你要笔的神经 那我们来试想 我们先把一些关键点 先讲两点 第一点就是主耶和华如此说 第二点是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 你把以西节28章这两句话记起来 你就能够死整篇 以西节28章里面所重点 第一个主耶和华如此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的时候 他说因为你心里高傲说 我是神 也就是说 今天 当然不是查经 从推罗网开始 来进入里面的描述 你成绩是非常丰富的 在北部是一个最丰的海港 然后在那边贸易非常多 以至于你们的成就非常的丰富 然后在那个无往不利 不管做什么都成功 你们会在什么都成功里面 你就忘记我是谁 甚至自比为神 也许你们说我哪有说我是神 但是你的态度已经不在乎别人了 不在乎任何劝告了 你可以说你就是自己以为神了 然后因为你自比以为神 我必使外邦人那些人进入到里面 使你在强暴人的口中 后来被杀的时候 你在这些强暴人的面前 你就无法再说你是神了 我还是希望我们不要随便开口就说 哇 女神 哇 真的神人 其实我们在开口这种玩笑 其实是不好的 知道吗 不要把一个漂亮女孩 就每天说她是女神 然后不要把一个很厉害 就说她是神人 不要说什么神 什么神 那其实在我们故事 我们都知道那是开玩笑的 不一样 因为你这样开玩笑久了以后 你的心态就已经把它当作神了 因为你的路径太玩笑等等 都会是偏差 好 因为我要说 其实无所不备 智慧充足全然美丽 哇 这个是好的还是坏的 好的啊 那我们会把这个字句 等一下进入到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进入到神的恩典的时候 你应该会无所不备 智慧充足全然美丽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进入到神的恩典 应该是如此 然后 主耶和华又说 我以你为敌的时候 世中文就知道 世中文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你 展全的是耶和华 而不是你想要什么 就什么 特别是指那些成功的人士来说的 最后一点 我将分散万名的 以色列将召聚回来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也就是说 那些你瞧不起的 失落的或被打击的 你应该要珍惜神还是爱你 所以你看这些信息的时候 你应该了解 趁今天你还在神的道路的时候 好好把握做神的事情 这是主耶和华如此说 然后再来就说 那时候神动了 神的动作一出来 人就知道我的名叫耶和华 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 显为圣的时候 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弟兄姐妹 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神要让全世界的人 尊神的名为圣 并不是神很高兴 你们都尊我的名为圣 是因为神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能够得到神国度的荣耀 希望每个人 因为你非得分别为圣 要不然你不能进入到神的国度 所以他希望每一个人都有 然后我欧比斯瘟疫就到了西顿 刚才讲的推罗 等一下我们看 推罗系统一样 这个地方所说的 血流在 死血流在他的街上 被杀了被扑倒 那四周围都有攻击在他身上 那时候你才知道 我的名叫做耶和华 因为你们太 骄傲了 不在乎神不在乎 明明知道是神 当然却不在乎 然后 这些 攻击以色列的人 神容许你们攻击以色列 但是你们开始骄傲的时候 有一天你们会知道 管理一些的是耶和华 然后我必将万民当中 以色列加招聚会 是他们在列班中 选为圣 有一天 失落的这些万民 我要把他找回来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我们短信员所做的 到各地去 把各地各地的都找回来 在神的家里面一起敬拜神 你不管到苗栗 新竹 到屏东 到花莲 到新衣箱 到屏东 什么 弟兄姐妹 去那边 把各地的居民都招回来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成为一个 神所说的 万人都尊耶和华 要把民运为神 记得去屏东的时候 要去把万民带回来 不要一天到晚 只是去万卵而已 然后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要当熟悉宣教典 不是熟悉后壁虎跟那个万卵而已 好 你们都听不懂 后壁虎是什么 谁说的 我不知道 好 好 在我们生命里面 可以知道 这些显为神的事情 神会相似作为显明 然后这个 好 有一个画面 可能不见了 好 我直接讲这个故事 我要特别讲尼布甲利沙王的故事 尼布甲利沙王做了两个梦 没有人能够解梦 第一个梦是 那个 大了惊吓的梦 还记得 这个我们后来都听 常常听 但是很少听第二个 第二个梦 有一天 他做了一个梦 吓醒了 谁能够告诉我 那每个人 后来他们找说 那个弹衣里 心中有神的 神与他同在的弹衣里 他就告诉他说 我做的梦 是什么 然后他所说的梦 就是 我看到一棵大树 然后高级天 这个延伸到地底何等大 所有的万物都来这边 在我身下拿到果子 可以吃 在意下得到保护 我的荣耀 从天到地 都是这棵树 但是突然看到 有一个大能的天使 从上面降下来 把这树怎样 砍倒 砍倒之后 所有的树叶把果子 就这样摇散 树叶都归空了 只剩下那个树皮一样 然后用铁链 把树皮拴住 然后在这段日子里面 他变成最卑贱的 就是在风雨当中 成为最卑贱 像野兽一样的那种丑陋 丑陋 然后但一里 听完以后就说 你知道吗 这个梦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梦 非常可怕的一个梦 但一这个梦不要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梦是什么 各位姐妹 听这个梦 他说 这棵大树就是说 你 因为你 因为你 曾经 曾经听耶和华的话 所以你知道 这是第一个梦 第一个梦的时候 那个尼布贾利沙湾 降虎了 所以一降虎就 通告全国都要听 但一里所说 而且把但一里三个朋友 就是第一把 成为巴比鲁神的 这个重要位 所以让神的荣耀重新恢复 所以神就祝福尼布贾利沙湾 然后他的国度丰富到一个地步 但是 他一丰富以后 他就怎样 他就骄傲 有一天你会骄傲 但你一骄傲的时候 神会把你重重的惩罚 你会像野兽一样 你的国度会溃散 然后你也会像野兽一样 头发披头上滑 然后大家很不敢看到你 你会像野兽被拴住这样子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日子到的时候 你会重新把荣耀都归给神 你会重新尊神的名为大 那时候你才能够恢复 那国王说 吓到了 他不敢不敢 但圣经说 过了十二个月之后 有一天 尼布贾利沙湾在皇宫 走拉山走 看着天下 说何等大的荣耀 巴比伦那 那不就是我所做的吗 他讲完的时候 这个梦 就直接应验在他身上了 他完全失落 像野兽一样 他的国溃散 他的整个国家 变成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观景 被咒诅一样 这个日子 直到日子满的时候 他从恢复 他恢复以后 再刚刚再说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然后他在神面前 就是尊耶和华的名为圣 很可惜 他的国度到他的儿子 博莎莎瓦 一样 没有这样的教育 又开始奢华了 巴比伦从那时候完全灭亡 弟兄姐妹 这些故事 都在告诉我们 一样的事情 那这些故事 主耶和华说 你一骄傲 你的日子 就会是神的咒诅跟审判 好 那我们来看到这两个 请记得两个题目 主耶和华说了 他说 因为你骄傲 他说 我要让灾祸领到身上 第二个 结论就是结论 那时候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不管你的荣耀 也不管你的灾难 两件事情都要去见证神荣耀 弟兄姐妹 你什么时候开始说 我很忙 我很多事情 我要跑东 我要跑西 教会的事情 我没空 你什么时候已经忘记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是神在爱你 好 那我们再进入到 圣经直接说了 好 以西节28章一开始就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还记得吗 但是我们看 当你也要在这个地方 出现在这里 然后我们来看 这里有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 神一直在告诉我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 主耶和华如此说 好 你会看到圣经里面 不断在出现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会看到神所说的 推罗君王 一开始 借着推罗君王 到后来讲到 我们那个 堕落了天使的故事 就是撒旦的故事 那我们今天也好好思想 推罗君王 也和华如此说 你居心自比为神 但是你要了解 你只不过是人不是神 你说比但义里更有智慧 他这时候把但义里提出来 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 但义里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人物 圣经说 当但义里被神祝福的时候 他比国中所有的这事 都还聪明几倍 十倍 也就是说 但义里那时候所带出来 所以他说 你比但义里都还要有智慧 什么密室都不能向你隐藏 也就是说他能够解梦 什么人家不了解的 什么事情 但义里全部都不知道 那时候你居然说 你比但义里还有智慧 因为你有智慧 就得到所有金银财宝 这个跟所罗门一样 因为在神面前得到这么大的智慧 所以神的荣耀一直临到他身上 弟兄姐妹一样的 当我们教会愿意降服的时候 当我们教会愿意遵守神的道路的时候 也是相同的观景会出现 就是好像很有智慧的样子 然后神的荣耀一直临到我们教会 跟你也是一样 你什么时候曾经谦卑顺服 你就会好像很有智慧一样 然后很有智慧 会救神的荣耀跟财宝 会一致临到身上 这个就是神一直要给反属他的人 都能够有智慧 有通明 有丰富 但是 几乎十个被神祝福的人 有9.9个人变值 你说你是哪一个人 每个人都说我是0.1的那个人 说你是0.1的那个人 就表示你一定会变值 你赶快承认 你可能会变值 跟旁边人说你会变值 就好像 我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会变值 我跟你讲 我一定会变值的 因为我知道我太软弱了 就好像 每一次 每一次短旋 有台风来 才是祝福 你才会解释 你才会认真的什么 祷告 对不对 所以有台风来 其实对我们是有好处 要不然 我们都会太随便 好 OK 好 你因为有大义里这么的丰富 所以就开始丰富 你就像大义里一样 像所罗门一样 国中的丰富都临到你身上 你的日子会比以前更加的荣耀 弟兄姐妹 所以神一直告诉我们说 希望你听得懂 我也希望我听得懂 不要太贫穷 也不要怎样 太富有 所以弟兄姐妹 你如果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能够养家 能够养家 然后 这个弟兄 你能够吃饱 请你尽量能够分享给别人 因为我告诉你 你养成分享的习惯以后 你的存量 一会够 而且你的跨度会扩大 但是神在身上的喜乐 会一直的加倍 因为 因为 你能够分享别人 你就会喜乐 弟兄姐妹 你要不要做一个有喜乐的人 钱越多你越不喜乐 知道吗 你越成功 你越不喜乐 你越 因为 说别人好棒 你就会喜乐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人会跟你讲说 没有啦 没有啦 你猜地你猜棒 那时候你就会发现 人跟人真的是 很融洽 但是大家都在彼此的喜乐里面 好 尤华在这个上说 你自己 自己以为是神 我必是外方人 本来一直保护你的那个保护傻 我现在 不与你同在了 以前你都不晓得 你今天风似我与你同在 现在你一直以为是你自己 然后 常常 我很忙 我也忙 我开始做什么 神说 我不要与你同在 神一不要与你同在的时候 弟兄姐妹 那个不是说 你就开始失落 你要知道 以前你成功是神同在 你失落是 不与你同在 但是你还包括 你没有机会 连回来的机会都没有 其实弟兄姐妹 所以我求主能保守 今天我们要永远保持 谦卑和爱主的心 爱主的心 弟兄姐妹 很多人丰富之后 就开始以自己的道路为主线 神的家 我已经不在乎了 你知道我很忙 我在做很多外面的侍奉 跟外面的工作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那些都是自己的欺骗 还有自己显自己伟大的故事 我们要了解一些 神的家是你唯一的 因为你在零分悲惨的时候 是神的家把你护起来的 好 那我们在这地方也好想 以你居心自彼为神 我必是外班 领到你身上 那时候 你还能说我是神吗 在别人欺负你的时候 那时候你只能哭泣而已 听圣经继续说 就像刚才我讲的 尼布亚利沙丸的故事一样 那神说 从十节到二七节 一般人都在解析里面说 这是讲到 好 借着推入亚 做哀歌 论到一个人的悲哀 那个就是魔鬼 魔鬼 那在这段 我们也可以看到 里面的故事 借着推入亚所说的 你曾经无所不备 智慧充足 前男妹 这些都是好的 因为这些好的 就是你曾在的故事 后来在 所以 好 我们看圣经 一定要抓住这些关键点 你曾经这是好的 后来出现你的问题 结论你的悲惨 OK 那我们先说 你本来曾在 你曾在伊甸岩的园中 就好像魔鬼也是天使 曾在伊甸岩中 而且他不是一般天使 他是天使掌的位置 天使掌位置 所以你有各种最大的丰富 也有精美的谷笛 精美的谷笛 是赞美神的最棒的一个乐器 所以你不但是天使掌 你还是音乐家 你是赞美神的一个最好的故事 你在受造之日其被完全 弟兄姐妹 在神面前 我们有很多人 天生就是一个神很祝福的人 弟兄姐妹 那种天生被神祝福的人 我们没有 没有 任何的位置可以说 为什么 不要去认论为什么 因为神就是祝福你 就是祝福你 但是祝福你是你的恩典 但是也会是你的悲哀 因为凡是被祝福的 几乎十个有十一个 全部都离开神 弟兄姐妹 在神面前 凡是被祝福 没有经历过 经历过被鞭打 被修剪的 大部分都走自己的路 直到最后 没有办法回头那一天 才后悔 都是一样 OK 那我们来思想 这样的一个 你是受高遮掩耶归的基督伯 这也是耶归代表神同在 在耶归的塑造上面 有两基督伯掩盖着耶归 你就好像神同在的天使展一样 但是你在这过程里面都完全 但是后来呢 后来他讲到是贸易 所谓贸易就是不是跟神互动 是跟世界的互动 你开始跟人有私下的互动 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故事里面 你私下的互动 并不是杀人放火 也不是坐监放科 只不过你私人的 私人的 跟神没有关系的 那种活动是把神的荣耀 成为管道 输到世界的道路去 那我们不是要跟这世界创福音吗 弟兄姐妹 你把神荣耀输到世界里面 成为你跟他们的关系 那个叫做贸易 那个叫贸易 你把人带到神的家里面 享受神的家 那叫做传福音 那不一样 不一样 弟兄姐妹 但一个人 你传福音给他的时候 他是跟你一起在神的道路里面 更加的活络 更加的爱主 我看到一件事情 很多的小组长 把他的小组员带着一起 短宣 那个就是传福音 知道吗 也就是说 我带着我小组员 一起来传福音 一起来短宣 那个叫传福音 因为我放弃我的假日 我的主员也放弃他的假日 那个叫传福音 但是你把神的荣耀带到世界 我没有时间跟你们在一起 你们短期 我很累 我们要去录音 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要去制作 我们发行我们的专辑 什么 那就是把神的荣耀输送到外面去 那个就是后来 我查出你的贸易很多 你在这个故事里面 你已经亵渎了神的家 那在故事里面 神就说 你因为美丽高傲 那我就把你摔到在地 驱逐出去 也就是说 有一天你将会离开神的家 离开神的家的第一天 你不觉得 第二天不觉得 也就像罗德一样 第一天不觉得 第二天不觉得 一直到第二十天 第二年都还是不觉得 直到所多嘛 那时候定居了 走不回来了 那时候你才会觉得 那时候才忧伤来不及了 好 第二姐妹 今天我说 我要把火从你们中间发出来 会毁灭你 烧灭你 然后所有的人都会看见 这个人一起不是被神做的吗 怎么现在变这样子呢 弟兄姐妹 这种故事 是一支层出不同的发生 在我们所谓的有名望的人身上 然后我们再次求主来保守 我们当牧者最会谈这种事情了 什么事情呢 委屈啦 委屈啦 我们常说当牧者的人 大部分都会变成忧郁症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要拼 掌子不让你拼 你要改革 不用啦 你改革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他们不能改革 他们只要做一件事情 听话就好了 那听话教会会不会复兴 不会复兴 教会不会复兴就很闷 然后掌子就更骂这个牧者 那没有入圆 你看看 台南圣后的那些人都拼了你呢 常听到这种故事的时候 我就很不想跟那个掌子讲话 你都不尊重你的牧者 你还问我这些问题干什么 弟兄姐妹 我可以跟他讲 你不要说台南圣教会那么复兴 因为台南圣教会没有像这种掌子 是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好好思想 好好思想 全部都要破碎自己 把自己的利益换掉 凡是跟你走的人都一样要破碎 凡是跟你走的都一样要顺服神 你说哪是 你看我都会传福音 我到哪里到哪里 带很多人来教会 我后来跟他讲说 你不是传福音 你是带很多的小野狼进来教会 你传了一个福音传两个福音 教会就破损两个 破损三个 因为你带进来的 全部都会批评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在神前要了解 贸易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私下 做很多你自己个人的联合 而跟教会 跟神的家没有关系 好神在那边就说了 主耶和华说 西顿 这是讲到西顿 西顿 跟推罗西顿 我们推罗西顿 每次都很熟悉 这些字眼 他本来位置很像 那位置很像 他只能讲到西顿 他直接讲 跟推罗一样 当我显神的审判的时候 每次显的审判 都会加上这句话 显为圣的时候 也就是 审判跟显为圣是对立的 也就是说 一审判就让神的名显为不一样 跟着神的就是这样 审判之后 不跟神的名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必在中间得荣耀 当我适应审判 显为圣 那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简单的讲 这个字句重复在 摩西跟佛罗之间的对话里面 十个灾难 每一次灾难 我要让全天下就知道 在以色列当中有神 祂的名字叫做耶和华 今天我们要了解 我们不管往哪里去 神都与我们同在 但是不可以滥用这种 神与我们同在 你要在神面前更加的谦卑 更加的喜乐 那我们凡我们所走的道路里面 神都让我们天天惊喜惊讶 这样的故事 说老实话 这两个礼拜 我们探房队就经历了 惊喜跟惊讶的道路 然后我讲了一件事 跟弟兄姐妹说 弟兄姐妹 我如何你要跟短线插一个 你摸一点边也好 你如果没有办法去 你买西瓜去看他们 但是我忘了跟你讲 天气冷就不要买西瓜了 下大雨 你买西瓜 他们看到西瓜就开始了 又是西瓜 哇 他有一个短线说 他们三个大西瓜你知道吗 第一颗西瓜切一半 他们队伍跟小朋友 一共70个人 吃两天才吃完 转头一口还两个半 我们短线都去干嘛 去把各地吃不完 所以他们都拜托来帮忙吃 不过意思就是说 我们家真的太有爱心了 就是说 有一个队伍说 那一天不是总共 是那一天而已 他们队员一共29个 去看的人有44个 是有点太多了 但是我还是很希望 我还是很希望你去看 其实你去看 对他们讲没用 但是对谁有用用 对你自己 你就会看到 多辛苦 然后觉得 说留下来吃吧 好 一吃 你怎么没冷气 哪吃饭要死 弟兄姐妹你才吃20分钟 他们是住五天 他们都是这样子过的 然后一边吃的时候 蚂啊火星 他们都是这样子的 他们都是这样子 最后一天我去看看 那个宋安还被这个 风遮了一下 还被受气打针 就马上腫起来 那日子里面 我们会觉得说很紧张 但是后来回来 他的神龙火火 还继续在教会里面主持节目 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愿意的话 你会发现这才是喜乐 有没有阿们 我到任何地方都听到一样的声音 小朋友尖叫喜乐欢喜 都听到一样的队员 牧师 然后要一起照相 和点瘦 照相的时候一定要这样 因为脸才会显得瘦 我还不晓得 在生命里面觉得很调皮很可爱 弟兄姐妹 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真的很可爱 我在身边先生感谢 先生感谢 那我们下星期去云南 然后接下来我们90周年 然后8月开始 我们还有三个零星短期的宣教 所以整个8月 我们会自己教会的儿童营 然后再自己去教会的音乐营 然后还有3T 我们希望我们教会 整个暑假非常的忙碌 但是每一年到这个时候 是我们教会大大被祝福的时候 阿们 我们希望我们祷告会 也就成为这样的加油帐 然后成为我们彼此的鼓励 弟兄姐妹 让你的小孩走上旋角的道路 你会一辈子被祝福 不要让你的小孩变成天才儿童 你会一辈子痛苦 弟兄姐妹 在生命里面 在生命里面 不要后悔 不要后悔过日子 那时候你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那时候恨恶神家的人 神会处理他们 然后那时候神的家也许犯错 神同时神的家被欺负 但是神一定保守 到那时候分散在各地的 神要把他们带回来 带回来的时候 他们要是分别清楚 攻击神的 离开神的 还有悔改下神的 要分得很清楚 分得很清楚 各位姐妹 记得这句话 唉 sorry 帮我回忆到最后一章 帮我回忆到最后一章 好 其实那一章就是 最后一章好不好 其实这一章所说的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哥拉逊 波塞大 这两个是你很熟悉的城市 神的家 神所祝福的家 但是这家 你们有祸了 你们正为神的家 但是你们一起离开神 刚才讲到退路完西顿 神说审判要领导他们 但是我告诉他们 当神的 刚才那个警告领导他们的时候 他们吓到了 他们会吓到 跟所多玛一样 跟那个尼尼维尘一样 若是有这个警告的话 而你们听到警告 毫不在乎 神所说审判的时候 退路西顿所说的比你们还容易 当然退路西顿也会说审判 但是 比那个审判更糟糕的就是你们 明明有机会 所以这礼拜 我们所背的圣经 上礼拜我们刚考完的圣经 就是耶和华说 一切做两件二事 是我非常生气的事情 第一件事也是 我为你铺成了这样的恩典 你们不要离弃我 第二个就是 自己挖自己的池子 然后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把神的恩典 变成是你的 但是我告诉你 属于你的 是一天到晚在波动 你会忙一辈子 试试看嘛 你会忙一辈子 你没有一天有机会回到神的家 直到最后的时候 你才发现 神给你的恩典 早就天天都有了 其实你可以 二是容易而淡之轻神的 每天在教会的人很快乐 每天在教会 侍奉的很被祝福 总财产不多 但是在享受财产 跟生命的质感 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常在思想 我们的童工 比很多教会都还要忙 但是防我们所有同工 跟着我们走的几乎全台湾各地 我们都玩过了 其实每次短宣都在玩 各位姐妹说真的 我也喜欢我们的短宣 每次都能够好好玩 玩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讲讲奇怪 什么叫玩神的荣耀 在神的荣耀当中 你会玩得很喜乐的 好 我们不多说 我们求主能够保守 但愿我们今天 不但看到我们贵宾 从蒙古来的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希望云南的故事 还有以后蒙古的故事 将来很多各地的传道人 都会成为我们在教会里面 很大的一个祝福 除了这以外 我们在八月 我们还有宇宙光 一个新的宣教的故事 会在我们当中 那我们希望 我们会一直出现 这些新的故事 我们生命就大的祝福 我们一起目则上来 我们在生命里面 希望这样的故事跟祷告 是在我们当中是活的 是活的喜乐 我们一起起立 在神面前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希望在神面前 邀请 刚才我们所说的 让神说你是我的仆人 你是我的仆人 让生命的分别显为圣的时候 人都把你生命所看见的归以而华为圣 在有机会的时候 在可寻求的时候 赶快寻求神 免得有一天神的审判临到你身上 那时候的后悔 跟生命的痛 你会生命里面很多的难过 而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我们求主能够保守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这些短圈队员 你如果愿意在生命前 你的一生分别为圣出来 称为神所说 不但全然美丽 而且丰富 但是却比以前更加谦卑 你愿意的话 你到前面来 我们要为你祷告 我们愿意生命的故事 在故事里面 多又多的有神的祝福跟呼召 因为日子在我们的手中 日子在我们手中 我们希望这一辈子为神而活 没有别的 很多教会提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他们会把荣耀归给神 很多教会听到你们的 对眼的名字的时候 他们说好感谢弟兄姐妹 很多的小小的弟兄姐妹 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都好感谢神 还好有这位长者 他一直拜爱我 很多人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他们会很兴奋说 幸好有他在我生命里面 成为生命的引导 陪伴 弟兄姐妹 你要成为那个人 要成为那个人 在生命里面的故事里面 神的道路不难 你愿意相信的话 就是最祝福的 但是世人眼中看为又大又难 但是你要知道 你是在神的手中 被复辟出来的 我们每个人开口为自己祷告 把自己奉献给神 在奉献的时候 有一个最大重要的 柔和甜卑 真的 神必定把丰富给我们 但是记得所有的丰富 不要高举自己 最好证明的方式就是你现在 时间空间 跟你 你在哪里 你的重心在哪里 你昼夜所思想的在哪里 是在你所忙碌的事业 还是神的家里面 你在神的家里面 你的事业会超过你所求 所想的喜乐跟丰富 如果你的重心在事业的话 你会被绑住 而且日日忧虑 然后神的家 都成了窥户了 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当我们弟兄姐妹 站在祷告的店的过程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如同 在 沉浸在伊甸园里面的天使一样 是被神大大拳选 跟大大的祝福的人 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 被你拯救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在你面前得到精神的生命 得到自由的灵 得到在神面前被你呼召的这样的道路 我们发现天天都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每一次的挑战 使我们更认识你 每一次的道路 使我们更加享受 在耶稣基督荣耀的故事里面 让我们一生都不后悔 虽然有各种的灾难 好像向我们有威胁 但是我们亲眼看到 你的战 你的感恩 都比安慰 保护 抗顾我们 使我们在敌人面前 你为我们摆设夜景的故事 天天发生在我们身上 使我们的道路里面 因着认识你 我们更加的不害怕 更加的刚强 赚大 谢谢你 谢谢上感恩 当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断线队 两个礼拜 全部出去 全部安全回来 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 献上感恩 献上感恩 主耶稣谢谢你 求主你保守 包括在台风里面 出去探缓的这些队员 虽然经历这些很多的风雨 但是全部出去 全部安全回来 我们都知道在神的手中 并没有任何的害怕的事情 我们在里面前所说的 全部都应验 但是再加上神的喜悦 在我们当中献上感恩 当我们站在你面前说 求主你呼召我们 所做的事情 要比以前更多更多 因为我们现在不但听到 宣教的声音 我们更听到审判的声音 已经领导我们当中了 我们再不多有时候了 所有凡我们所做的 求主你亲自来保守 看顾到完全 献上感恩 祷告奉祷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再次把荣耀鬼给神 好不好 献上感恩 阿们